第十九拜 以心观礼 极乐世界 道场 楼罐 讲堂 经社 诸往生者 方便同居 或要说法 或要听法 或现神族 或在虚空 或在平地 随意休息 无不圆满 菩萨盛众 皆由一向专念 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底下 就是要来礼拜 在方便有余土 跟凡圣同居土的 这些圣众 在极乐世界 已经生的这些圣众 我们要观想 要礼拜 要礼拜 尊敬 他们都成功在我们之前 这是将来 我们的同修 你去了之后 这不就是同修吗 是不是 我们将来的同修 所以要结缘呢 方便有余土 是你在这一世 已经断了贱私祸 或者到了极乐世界之后 断了贱私祸 你生在方便有余土 它是在凡圣同居土之上 又在石暴庄严土之下 石暴庄严土是菩萨 菩萨要破尘杀祸 还要破无名 所以菩萨 他在石暴庄严土 也部分的 可以正入到长极光土 这是最高的 真正佛就在长极光土 所以四土 极乐世界分成四土 但四土也不是 划分的界限分明 也是融会融合的 所以很特殊就在这儿 方便有余 是断了贱货私货 凡圣同居土 极乐世界 叫做凡圣同居净土 现在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在娑婆世界 我们这个土 就是凡圣同居土 咱们不都是烦吗 咱们这儿有圣呢 就在五台山 文书就在五台山呢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 有人亲贱文书 一个福建和尚 这是两个人说的 就不会有错 一个是通院法师 通院法师 在比丘尼里面 现在在国内 是第一位了 很有道德 他那时在五台 再一位是原彻法师 他是福建人 他们那一个福建的同乡 告诉他 他赶紧追那个和尚 他没追着 这个福建和尚 他到了五台之后 他很恭敬 他三步一拜 现在 像他这种的人 就很少了 三步一拜 三步一拜 拜到 总共五个台吧 他走了一半的样子 看一个替访 一个小门 山上 那个洞洞门上 写了一个金刚洞 他说 这个名字很殊胜 就走进门一看 哦 里面很大 有道场 很多大殿 还有藏经楼等等 很多很多出家人 两种服装 一种是和尚服装 一种是喇嘛服装 五台山 五台山是两种啊 有和尚 有喇嘛 那么 他就走进大殿 走进大殿 很怪呀 这个大殿 有一个台子 没有供佛像 因为没有佛像 他就没有顶礼 空台台 但是 他围着 那个台子 转了三个圈 这也是一种礼节 绕啊 绕这个三杂 也是个礼节 就没有顶礼 那么恭敬 就是了 他说 怎么上头 没有佛像 很奇怪 这个地方 怎么没有佛像 他预备 走出来 到别处 看看 看看 那个藏经楼 看看别处 当刚走到这个门口 刚要出去 后头 出来一个小沙迷 喊他 什么什么法师 叫他 哎哟 心想说 他还叫我 他这个回头一愣 这儿 怎么有人 知道我呀 我一个人 刚来 小沙迷 他叫他 他说 我师父 叫你 后来 跟那小和尚 走进去 就看见 一个老头 看见后 他就很恭敬地 顶礼 顶了礼之后 老和尚 就说呀 原来 不容易 给他 一个座位 就把 那个座位 给他 他就跟老和尚说 你这个地方 很好 我跟这儿 在这儿 挂单吧 老和尚说 你的姻缘 你还是 得回去 我这儿 不能留你 他说 老法师呀 你这儿 怎么大殿上 没有佛呀 和尚就说 我这里 用不着啊 这是 禅宗的话 用禅宗的话 外求 有相佛 与辱 不相似 但是现在 我们还是 老老实实 你把佛像 拿去供 念工说着 就爽朗地 笑起来了 我们懂得 禅宗的道理 还是照样供 这是最高明 连禅宗 这也不拙 听了禅宗的话 我就不供了 那 也还是 粘住在那一边 后来 和尚 不留他嘛 他就请 老法师 开示 老法师 就写了几句话 给他 他记住了 继续走 他没有丝毫 感觉 有任何特别 他也没有 拜 他后来 就是不行了 天黑了 不能下山 不行 危险了 正好 有一个西藏人 就在那块住 不是出家人 但是 他就在那住 走到他那儿 那人 就留他 说 你不能走了 你走了之后 很危险 你就在我这儿 过夜吧 他就留下来 留下来 就招待他 吃晚饭 两个人 就聊天 这个和尚 就问他 你们这儿 有多少和尚呢 一共 全五台山呢 这五台山 怎么算 也不到几百人呢 他说 有人 要共千僧 我们把所有的人 都找来 也凑不够 这和尚说 不对 不对 我知道一个地方 那儿一个地方 就七八百 你们还有其他地方 怎么凑不出一千人 这个人说 我在五台山 我怎么不知道啊 我当然清楚 不够 从来是不够的 两人就争起来 一个说 我亲眼见的 另一个问 你在什么地方 他就说 我在什么什么地方 叫什么什么 那人说 没有这个地方啊 他说 怎么没有 我查书给你看 五台山 倒游的 老的地图 各个方面 没有这个名称 没有个金刚洞 有几百个和尚在呢 那他怎么会没有呢 大家都愣住了 这怎么回事 僵持不下 住在那儿的那个人 忽然说了句 你恐怕 是碰见文殊菩萨了吧 这句话一说完 他本来是预备吃饭的 他啪一下子 眼泪也下来了 饭他不吃了 坐不住了 他开头再去拜 又从头三步一拜 三步一拜 拜到那儿天都亮了 怎么找 也找不着了 找不着啊 找不着以后 他就来到庙里头 把这件事情 告诉他的福建同乡 这个同乡 就告诉了 圆彻法师 这话是圆彻法师 也就在我这儿跟我说的 圆彻法师 他一看 他说 你这个 一定 一点 不会错 决定是文书 因为 写的那四句话呀 他是 可以横看 可以直看 横看 是个表面的意思 直看 又是个意思 直看 就是说了 文化大革命 以后的事 也告诉他 将来 佛前 要没有灯啊 庙里 无有僧啊 圆彻法师 他接着就说 我去追这个人 他追 没追着 这个人 已经下山了 这就是 见到了文书啊 现在 还是这样 文书 还是在那儿 一接 一送啊 去的人 他都接 就是 大家看了 不认识 这件事情 和古代的 那个事情 都有 很类似之处 所以 这不就是 圣人 跟我们 在一块儿吗 宴荡 天幕 都是 几百 阿罗汉呢 浙江的 宴荡 和天幕 五百 阿罗汉 这也是 圣啊 还有 不断地 有佛菩萨 来化度 来这个世界 也是 圣 但是 跟极乐世界 不一样 大家 不容易 见着 见着 也不容易 认 而且 很少 很少 就不像 极乐世界 和诸上 善人 阿比 八智 到处 都是 天天 可以见面 这个 是不同 之处 诸上 善人 共会 凡胜 同居 只是一个方面 本质 本质 就是 他们是 凡胜 同居 净 是净土 我们 是凡胜 同居 我们 是 惠土 污 惠的惠 我们 是凡胜 同居 惠 所以 我们 这个往生 是容易的 是从 凡胜 同居 转到 凡胜 同居 但是 这就好像 还是一层楼 不是变成 方便 有余了 但是 你是从 凡胜 同居的 脏的 这一头 换到了 清静的 那一头 可是 到了 清静 那一头 它那块 自动的 变化 和 高级的 方便 有余 时报 庄严 长级光 打成 一片 跟这边 不一样 所以 这个搬家 就是 容易了 你不需要 把很多东西 运上楼 一推 一转移 就过去了 这个 是容易之处 是从 凡胜 同居 绘土 转到 还是凡胜 同居 但它是 净土 那么我们 现在 就是 在顶礼 什么 顶礼 极乐世界 这个道场之中 楼 罐 之中 罐 也是 楼阁的意思 大的建筑 讲堂 经社 这一切 往生的人 在方便 有余 土 凡胜 同居 土 或者 喜欢说法 可以 大家 凑在一起 它说 大家听 或者 喜欢听法 正好 大家凑在一块 或 献 神族 它献 种种 神通 或在 虚空 或在 平地 这个 凡胜 同居 在平地的多样 方便 有余 都有 种种 神通 那它 就是在 虚空 之中 随意 休息 无不 圆满 随它 自己意思 想怎么 休息 都可以啊 没有 不圆满的 这些 菩萨 圣众 所以 我们要注意 这个地方 它没有说 别的圣众 是菩萨 圣众啊 凡是 同居土的 凡是 方便土的 都是 菩萨呀 不是 人呢 不是 阿罗汉呢 都是 发大圣 心的人呢 都是 菩萨呀 这是 菩萨 圣众啊 但是 他现在 断货的水平 只达到 这样的水平 所以 就是说 只能 在 方便 同居 方便 是 方便 有余 同居 是 凡胜 同居 但是 都应该 称为 菩萨 这些菩萨 都是因为 一向 专念 阿弥陀佛 菩理 我们未来的 同修啊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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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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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